第58集 2018年6月25号 微博有一个我不是锦里妈发帖 我今天碰到乔晶晶了 旁边还有一个帅哥 乔晶晶这人好漂亮啊 男生也巨帅 可惜没敢靠近拍 没拍到正面 难道在附近拍戏吗 可是我们这儿很偏僻啊 不是乔晶晶粉丝 但是很激动啊 上图一至三 2018年6月25日 同样某论坛娱乐板块 也有人发帖 标题是 乔晶晶热搜 恋情要曝光了 内容是 乔晶晶和一个男人逛街 被路人拍到了 上图一至三 还有小视频 但是只有背影 而且太远了 网友们热闹地讨论 图太胡了 我只想知道这个男的是谁 看身高腿长也是赢了吗 应该不是流量吧 没粉丝认领吗 查无此人呢 欣然 乔晶晶粉丝是不是要炸 争主要被吸血了 乔晶晶晶最近在拍新剧了吧 哎 李岛的电影上个月杀青了 新戏古装刚进组 男二到现在也还没有官宣 这个会不会是神秘的男二号 这炒作套路很溜 和乔晶晶炒恋情细一波关注 然后澄清只是剧组同事 嗯 什么都有了 那不错呀 这身高腿长 图片太胡太远了 但是看着轮廓也不错 莫名感觉气质好 你们想多了吧 乔晶晶的咖啡 会配合这种炒作 新人个鬼啊 微博破案了 你们怎么还在研究是谁啊 就是上次乔晶晶参加 王者荣耀比赛的队友啊 他高中同学 大帅哥 还是清华毕业 现在是航天工程师 你们眼神都那么好 根本看不清脸啊 怎么确定和他同学是同一个 详细破案过程指路 今天乔晶晶谈恋爱了吗 微博 2333 这什么微博名啊 仿佛催光的老母亲 我把微博搬过来了 接下来是几张微博截图 不得不说 论据很充分了 首先 身高和上次比赛时候 两人身高差一致 其次 从拍照博主以前的微博看 他住在新多路附近 兄弟们 还记得他同学干嘛的吗 然后上海航天研究院就在那附近 如果不是因为他 想不懂乔晶晶干嘛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啊 而且啊 有了清晰的图之后 再对比路人派的模糊图 就越看越像同一个人 我觉得实锤了 现在网友真的可怕 破案能力贼强 我能理解那个破案博主的微博ID 我都不是乔晶晶粉丝 但是那个比赛视频 我看了也就一百遍吧 太帅了 我希望乔晶晶嫁给他 这样他就能经常出现了 赏心悦目 楼上清 哪个视频 直录 点这个B站网址 对于一个比赛视频来说 播放量有点夸张啊 可能都是眼狗在舔吧 诸葛亮率连藏球 诸葛亮现在已经不是T0了 想看小哥哥玩别的英雄 不是 你们能不能别谈游戏了 我就想知道 乔晶晶会公开吗 热搜撤得好快啊 诶 向瑞搜了 嗯 这是不打算承认 乔晶晶粉丝否认了 说没官宣不认 他们是同学 一起出来玩不是没可能啊 2018年9月8日 某论坛娱乐板块又有人发帖了 标题是 今天楼主偶遇了乔晶晶和他男朋友 内容是 电影愿偶遇的 坐标北京 男的孩子真的很高 乔晶晶戴口罩 他也戴了 好像还是情侣款 有点可爱的那种 会不会是被乔晶晶硬塞的 楼主搜 只敢拍点侧面和背影 上图一杠五 附带电影票一张 有人跟着发帖 标题是 麻烦不要随便定义哦 这个是乔晶晶同学 不是男朋友 内容是 楼主是粉没错 是恋情祝福 但是没官宣之前 麻烦不要随便定义 谢谢大家 论坛上还能见到这样的帖子 标题是 乔晶晶谈恋爱的事情 能不能不要每次开那么多帖子 内容是 去别的论坛玩也在说这个 真的有点烦 2018年12月20日 某论坛娱乐板块又发帖了 标题是 乔晶晶再次被拍 话说狗仔队是不是太废了 乔晶晶被路人拍了多少次了 狗仔队现在还没拍到 内容是 如题 紧跟着也有人发帖 标题是 乔晶晶又没上热搜 我有个猜测 大家来讨论一下 内容是 乔晶晶和她男朋友 除了第一次上了热搜 还很快撤了 后来基本上就没上过热搜前几 都才开始爬就不见了 说没热都不可能 每次论坛都讨论很多 所以为什么上不了热搜啊 而且楼主观察了几个营销号和余记的微博 他们连路人照片都不转发 所以楼主断定 乔晶晶团队肯定是给钱降低了这事的热度 感觉还挺有用的 楼主身边不太关注八卦的人根本不知道 那么问题来了 乔晶晶团队为什么这么做呢 推测原因一 保护对方 毕竟是个圈外人 而且是科研工作者 原因二 乔晶晶队现任不满意 没长久打算 以后分手不麻烦 你们觉得是哪个原因啊 甚至还有混进来的黑粉发帖说 标题 乔晶晶糊了吧 她的恋情真的没狗仔队感兴趣 内容 粉丝承认正主狗仔有那么难吗 理由一堆一堆的 这么久了没一个狗仔根 就是毫无新闻价值了 下面有粉丝幽默地说 我家晶晶的新电影马上就要上了哟 一月份还有电视剧要播 麻烦大家关爱胡咖给个香红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019年2月3日 某论坛娱乐板块 又有人发帖了 标题是 高速上看见乔晶晶啊 内容 户宁高速的休息区 看见乔晶晶和她男朋友了 没涂 太冷了 楼出去上厕所就没带手机 追悔莫及啊 看她这个日子 春节春节在一起 是不是一起回家 所以 这是要公开结婚了吗 公开是暂时不想公开的 但是家里的名路今年是要过了 主要是 乔晶晶的妈妈都追着她念了半年了 喂 余老师家里现在还不知道呢 灵姐在电话那头问 是啊 她爸妈又不像我妈那么八卦 小道消息知道的比我还多 而且居然还能从那么模糊的路牌中 一眼认出于途 那余老师什么时候跟家里说呀 不会直接带你上门吓人吧 你才吓人 她说今天回去说 过几天我再去她家 她下半年一直有任务 前几天才从发射场回来呢 你看新闻就知道她有多忙了 反正一直没有好的机会 跟她爸妈说 哎呀你问我这么多 我到底带什么礼物去她家啊 陆家嘴家中的客厅里 乔晶晶蹲在地毯上 一边和灵姐打电话 一边对着地上成堆的礼物发愁 哎呀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两套真丝睡衣一条围巾两瓶酒就可以了 你那些高档护肤品什么的快收起来 太贵了 哦 我妈就用这个 乔晶晶把那套护肤品拿到了一边 正说着 门口就有了动静 应该是于途下班回来了 不跟你说了 于途来接我了 好好好 让她谢谢我啊 帮你挡了多少工作呀 收拾好了没 于途挂好大衣走进客厅 乔晶晶开了免提 举着手机对于途说 快来 林姐说让你谢谢她 春节没有帮我安排工作 于途走近 俯学生 带着笑对着手机说 谢谢林姐今年对晶晶的照顾 要不要这么酥 林姐本来只是要个感谢的 怎么感觉要到了一盆狗粮 她一阵无语地挂了电话 乔晶晶向于途招招手 来来来 你看看你妈妈喜欢什么 于途看了看地上的东西 把她拉起来 哎呀你带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妈最喜欢漂亮小姑娘 嗯 于老师这是在调戏她吗 乔晶晶目光流转 那我有很多种漂亮的 清晨的可以 成熟的可以 端庄的也可以 你喜欢 哦 林妈妈喜欢哪种啊